- 現代人講求養生,催生出年達千億的健康商機,而想要健康就從吃的來下手。 他是鹿港前三大米蝶供應商與代工的許佑任,十年前接手家業後,從過去的手炒米蝶逐步改為機械化的半自動,進一步還研發出沒有油、鹽、糖等添加物的天然米餅,意外吸引到生酮飲食者和健美參賽者的青睞,能取代碳水化合物的攝取,健康商機無限大。 古蹟縣竹伴隨傳統美食,鹿港老街古色古霄的氛圍十分宜人,儘管時代再怎麼變遷,人們仍忘不了最純正的古早味。 麵茶,因為是小時候常常吃的味道,所以就會有一種回味的感覺。 我是這家店的中食顧客,我都在這間店買的東西,都比較養生,他的產品很方便,早上如果要吃早餐,要喇喇吃就可以了。 麵粉倒下去以後啊,我們就,火一定要小,小火才可以把麵粉的那個香氣炒起來,有時候有時候,我剛回來做的時候,就是球快嘛,想說效率好一點,會把麵粉開太多,就炒起來下面的麵粉不均勻,就會有膠味的。 所以後來就是一定要照,古早時用那個人工這樣慢慢喇,要喇大概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炒起來麵粉它的香氣跟綿密度才會好。 身為麵茶廠第二代的徐佑任,自十年前接下家業,越做越有心得,要保留麵茶香,非得遵循古法製作。 讓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早期是人工去攪拌啊,那個夏天溫度真的很熱很熱,一天可能要喝到兩三個, 那種大罐換盆水,他的辛苦是真的,要做了才會知道,我自己接了之後才知道說,爸媽那時候真的很辛苦,就是你這樣,每一份錢都是一滴汗一滴血喔,有時候受傷會燙傷喔,唯一與父親當年做法不同的是,由成人工走向半自動化,有了機器代替人手攪拌,風味不變,還能避免職業傷害。 炸到這樣,稍微看褐色和麵線,然後有,有麵粉的香開起來,這樣它的熟度就已經差不多了,這樣這時候我們就要快把他灰乾掉,然後保持,繼續讓他攪拌,讓他散熱,因為你如果不讓他散熱,他的顏色熟度還會再繼續增加,變成超大。 香味肆意的麵粉,透過加溫轉為褐色,若要提升麵茶香濃味道,絕對少不了這一味。 好,現在就是把蒼頭,等到這個醬油裡面,好,來,再倒,你就慢慢吃倒,好,現在就要倒一倒,一定要倒一倒倒下來,一次倒太多油爆,因為蔥頭有水氣,油爆的時候它會滿出來,遇到火都燒掉,所以這個要很注意。 油炸新鮮紅蔥頭,變色後馬上起鍋,濾油散熱,就不會炸過頭,味道也有微嗆味,轉為撲鼻香氣。 最古早味的麵茶口味是豬油跟紅蔥頭,因為麵茶是我們大概民國五六十年代開始流行的一個點心零食,那時候台灣最多能夠取到的佐料就是糖,然後豬油,農村就是豬油跟蔥頭最多,所以這三樣是最古早味麵茶的佐料, 我們也是保持那個做法。 有黑芝麻麵茶或是洗淨乾淨再炸成粉的紅豆、黑豆當配料,能讓淡掉的麵茶增添不同風味。 糖跟麵茶很均勻的在嘴巴裡面化開,然後油塊的香氣也很均勻,不會有枕頭結塊一起油的時候就可以出國了。 要說起懷舊滋味,曾風靡大街小巷的豬米香,重現了。 來喔,麵茶要放一個蠻夾到,放好,放好,放好。 剖去歷史感的壓力鍋,串出陣陣白煙,香甜的麵香,瀰漫空氣中配上麥芽糖,也能拌入果乾,南瓜籽等堅果,不黏牙不膩口,口感層次豐富。 好,再來裝袋就完成。 年產千億養生經濟當道,未來最有可能形成護國群山的產業。 鎖定的不僅有銀髮族還有意想不到的客群,這個鴨餅機彈出一塊塊米餅,要維持完美原型外觀,米的含水率其實才是一大關鍵。 因為他們不靠麥芽跟糖,要能結合,所以對於米的含水率跟鴨餅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那個黏味起來就要去調溫度了,就要同溫度去做調整。 因為它完全不需要靠任何的糖、鹽、麥芽就可以把它凝結在一起。 變成那樣的吹吹就是不打要求,這個都要再打掉的。 嚴選宜蘭再調米,經過精密儀器檢測,這些事前的準備絕對少不了。 含水率13%這樣就在標準內,做起來的米它就可以。 含水率太高或太低,我們就要再做烘乾或者是蒸汁的動作。 現在這一批小麥因為剛採收的含水率是夠的。 所以我們做起來的米,米就可以直接下去爆。 無糖、無油、無鹽的米餅不僅適合小朋友吃, 訓練手眼協調和咀嚼吞咽能力,因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低熱量的食物, 也成了減肥者的最愛。 生酮飲食在調整身體的糖分的時候,雖然米餅很大一片, 它實際上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很低的。 那這樣可以解決的產業,又可以降低它身體對糖類的需求。 對健美參賽者來說,比賽前飲食首選也是米餅, 才能在比賽當下拿出最完美的體態。 只要每次店門打開有沒有,然後只要那種很壯,穿吊膏, 那個一看就知道有在練,一來他們只要在店裡面找, 你才問他你是在找米餅,對… 進來每個幾乎都是要買米餅,我們才知道說原來他們 備賽調整的階段會用米餅這種補碳、脫水, 來讓體態更完美。 跟很多年輕人一樣,戒不戒家業,曾讓許又任左右為難, 因不捨父母年邁辛勞,才終於讓他下定決心。 說得對三連車,對路邊擋一直做, 做到有店面穩定下來。 自己的天不接,我們就… 好,我們兩個兄弟,剛才一堆手,他們再做。 好,好,好,好。 剛才後,體諒就說我和他媽媽兩個, 做到已經…經骨都不好, 他有心不接,我們就順利給他接, 沒有等到有一天,我們現在沒有他接, 等到有一天,要叫他回來接,他沒有回來。 兒子對父母的一片孝心,順水推舟就把棒子澆了出去。 熟客超高的回頭率,就是對許家人來說最好的肯定。 從小做到大其實你對這個東西也很有感情的, 因為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那你突然看到很多客人需求他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必須把這個延續下去, 那也是一個契機,回來接了之後, 剛好遇到食安,再加上那個健身, 養生的風潮興起,那我們剛好就順勢的, 慢慢的繼續再恢復成以前的隆景。 徐憂任和弟弟接手家業後, 存到了四十萬的低桶金, 就是朝向改善包裝, 改成這種隨手包, 又逐步將機器改為半自動化, 減少人力需求, 要翻轉西洋產業變身為明日之星。